大家好,我是宋文,欢迎回到香港,今天到来HK Golden Generation 或是HK JNG的频道 这次还和大家讲一下关于七八十年代生活,如何滴滴的东西 如果好像在我那个年代出生或者成长的人 你不多不少都会穿过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就叫做棉纳 现在我想都很难找到棉纳,因为看上去很老套 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年轻人,大人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买棉纳给我穿 因为棉纳便便宜,很遇寒 当时很多买棉纳的地方通常都是国货公司 我家里通常都会在国货公司买棉纳 棉纳清一色,差不多全部都是中国製的 有很多不同颜色,有蓝色,有绿色,有红色,有黑色,有咖啡色 一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我的读史学生 通常都会穿棉纳去上学 棉纳便宜便宜,尤其是当时香港社会普遍是偏低的 整个社会,所以很多人都买不到什么 Casime,羊毛的衣服,很多家庭都负责你,太贵了 棉纳便是最经济的,又便宜又保暖 尤其是对着小学生和经济的衣物 小时候我常常都穿到两面蓝 一直穿着穿着穿着,我想到时候去到初中就没有穿了 因为我印象中,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时候 香港的冬天是特别冷一点的,我感觉就是 但现在就比较热一点,这是我的感觉 这样就随着香港人普遍收入增加 以及香港的出品的时装品牌 亦都感觉到要出一些比较 经济一些,合乎大众化的鱼寒衣物 譬如说当年爱瑜伏,或者G2000,或者Beleno 这些品牌,自己都出了很多比较 比较离谱一些,那些鱼寒衣物 这样逐渐到80年代初头的时候 面蓝就开始就少了人着 一直到90年代开始,我叫我被人淘汰了 现在人们觉得面蓝太老套 有时觉得难打你,面蓝就很难洗 穿多一两季之后,有些就可能要扔 尤其是我年轻的,你知道我年轻要大 赤马就很适合 面蓝当时可以代表了香港社会 一个象征式的鱼寒衣物 尤其是像我的英文英俊 每个成长都穿过面蓝 这次就说到这个位置 下次再和大家说一说,拜拜